近日河北某小区发生了悲惨一幕 有一名一岁半的男孩在追着狗玩的时候 突然被这个狗攻击面部 男童的面部被严重到伤风了一百多阵 监控画面显示 当时一条小黄狗从店门口经过 引起了男童的注意 他向着狗的方向跑了过去 来到了小区快递柜前 这时黄狗忽然扑倒男童 撕咬他的面部 被狗袭击的男童被赶紧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据主治医生介绍 男童伤情十分严重 他右脸颊的伤口最深处已经贯穿至口腔 底下皮肤一百多阵 目前男童的伤情已经平稳 正在进行抗感染治疗 医生介绍 咽下孩子处在三到五天的感染期内 如果顺利度过 就不需要在所轻创手术 对于孩子脸部是否会留疤的问题 医生解释说 孩子尚处发育阶段 虽然皮肤恢复起来可能比成年人稍好 但留下疤痕在所难免 安徽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